郭麒麟不是不回家 而是没了家 有点怀念在家的时候吗 没什么怀念 没有自己的毛巾 没有自己的牙刷 没有自己的床 没有自己的房间 那这不是客人是什么 同样是自己的儿子 顾德纲是这样教育大男子的 这么大的孩子 把他所有的自尊全部打掉 大家都有名字坐 而我只能坐在楼梯上 一个人吃我 不爱吃的饭 郭麒麟到今天都如此 吃什么钱你问 爸爸这个我能吃吗 不行 他们吃完就开始 会让他先吃 这是从小给他订的规矩 他笑说的不只是一句 堂前见像 接班吗 哎呦好 行吗 大概什么时候接了 我呀只管台上 台下事我都没操过心 都是他妈弄着台下 公司他妈就说了 要把法人导给他 跟他商量好几回了 他就是左推右推 最好的推词就是 以后让我弟弟接吧 他没有野心 得有多坚硬的心力 才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打我听一个很没动 但是老让他会觉得 如果不听话 会有巴掌落下来 你真打上了他就不怕 就是通知你 才有四十分钟我会打你 这个恐惧 会比真正打上那个疼痛 那个恐惧要来得厉害 他用了很久的时间 才确定父亲不爱他 我心里小时候吃肉 后来就是一直 就不吃菜 就爱吃肉 我就给他夹了你 一满碗的青菜 就哭了 哭你坐边哭 你这小伙子吃饭 打桌子上给他哄开了 边上楼梯 坐在楼梯 抱着一碗米饭 上面都青菜 泪流满面 嚎头痛哭 其实大林寺 只想要同等公平的对待 猫群我摔倒了 我哭 我为什么哭 因为我倒在草丛里 没有人来扶我 然后我看着他跟别的孩子 还在打 还很高兴 他让我吃菜 白菜倒到我的碗里 我哭 我不是因为 把白菜倒碗里才哭 我是因为大家都有椅子坐 而我只能坐在楼梯上 一个人吃我不爱吃的饭 我觉我哭 打掉他自尊的前提是 你能给他自尊 什么事都不抱有任何期待 我对什么事 我都已经想到最丧的结果 还有什么可丧的 你永远这么想 你永远不会失望 讲语不讲 对我来说 没人太大帮助 没有人能和你共情 你看开一眼 没什么特别大不了的 知足者常乐 主持人问接班能事 老郭总是故意唱开话题 想过让那个 其林接班这事 万说郭其林接班 说明天 他不干了 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你不要想象 哎呀我要干个几百年 我要如何 怎么怎么着 不现实 十分能的使七分 留下三分给儿孙 十分能的都使劲 后辈儿孙不如人 他怎么样 是他自己的事 什么有儿孙做马牛 他的教育方式 成就了郭其林 却不用同样的方式 教育郭芬扬 混棒姐出孝子 好多孩子 家长从小 也打野骂 长大之后 特别的孝 帮我们家 管郭其林 爱吗能不爱吗 自个儿还能不爱吗 但是该管 必须要管 有什么好处呢 出去让人说 这家有瞎教 回到今天 你看郭其林状态 最起码他出去 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也不丢人 所谓的教育方式 说白了就是没有感情 是挺伤自尊的 必须要伤自尊 这么大的孩子 把他所有的自尊 全部打掉 他就明白了 我把他欺负够了 远比他出去之后 让外人欺负他 我心里好受 这是必须的 忠孝仁义 一定要懂 没有我 他这套教育方式 就他对我的 这套教育方式 放在别人身上 是心不疯的 他没法 对 我成就了他的教育方法 就那样一个年纪 然后被自己的父亲 以这样的挫折的方式 碾压成粉末 就是和这些个和我爸我妈朝夕相处的徒弟们比起来 我确实 对你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确实是个客人 没有爱的教育方式 谁会喜欢呢 郭麒麟从小的那种管调方法 只适合郭麒麟 一个猴一个摔码 比如有好多人说 你管郭麒麟管的严格 我不管的严格的话 就没有今天你们在电视上喜欢的郭麒麟 这个风格不一样 这也是连瞎唬带红 按照他的特点 给他打造一个前进手册 林光宇的人总想着为别人撑巴伞 你父亲在一个厨房里48小时 我当时看其实看不懂 我还觉得还挺好玩 因为我爸还跟着你的只猫衣呢 因为我爸还跟着闹着玩呢 现在翻过来看 到现在我没点击过那个视频看 我对他是抵触的 父亲欣赏的刺 慢慢会找到你的身上 这本来不是刺猬 是因为他吃的苦太多 所以你翻过来看肚皮还是软软的 总有一天我得把它扒了到我身后 我就保护他